你往后看,阿提拉横扫欧洲,蒙古西征横扫欧洲都是这套战法 汉朝的军队虽然说没有跟古罗马军队直接交战过 但是有一个间接战力可以提供参考 因为这个国家跟双方都有交集 古罗马军队曾经在克拉苏的率领下东征过帕提亚帝国 这个国名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我换一个就知道了 我们史书中的安息帝国 罗马跟安息的一场战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莱战役 战役结果,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 战役过程我们看,罗马军团全程毫无还手之力 之前不还有一种说法吗 就是罗马军团被打散之后,有一部分一路往东跑 还跑到咱们这儿,后来还在咱们这儿定居了 前几年成龙拍那个西域都妇那个电影 他的背景故事也是这个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安息帝国 这国家实力是很强的 曾经还给咱们汉武帝显示过国威 史记,大约列传记载 初,汉史至安息 安息王另将两万旗,迎与东界 就是说安息王派了两万旗兵到安息东部的边境迎接汉史 弄这么多人干什么 炫耀武力嘛 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跟汉朝没有接触过 他们也只是听他东边的贵双帝国说 这个汉朝非常强大 贵双与我们联系比较多 这个安息王听完之后 量量武力也很正常 后来汉史还,而后发使者随汉史观汉之广大 就是我们使者返回的时候 安息王也派遣了使者 随我们,到了我们这儿 史记还记载啊,还给我们进贡了一些会变魔术的人 这个国家的位置啊,就在现在伊拉克伊朗这块 你看他的西部就是罗马帝国 东部就是贵双帝国 再往东就是我们 就是这个时期啊,整个亚洲中东部 各国战法受匈奴影响都在革新 罗马称他们为帕提亚,是按照行省的名字来称呼 我们称安息呢,是按照国王的名字来称呼 其实都一样 后来啊,东汉这个班超派干英也到过这里 罗马在当时啊,处于三巨头时期 就是这个克拉苏,庞培,凯撒 他们三个组成利益同盟,架空元老院 整个国家就他仨说了算 执政官当完呢,就去各地担任总督 这个克拉苏啊,他想通过军功去压制其他两个人 就发动了对安息帝国的战争 斯巴达克当年就是被克拉苏镇压的 我们稍微说一下,罗马军团是个什么配置 他跟我们说的那个马其顿方阵还不太一样 罗马军团的士兵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这个辅兵 他们是兵民合一 就是罗马公民即士兵 士兵即罗马公民 打仗你自带武器 最有钱的那波,骑饼 其次重步兵 这是主力军团啊 就是自己带两根标枪 短剑,还配有铠甲 铠甲很贵的 一般人弄不起 第三等呢就是没有铠甲 但是配武器 最差的就是配一些简单的武器 甚至连那种原始的投射器都有 那我们看啊 罗马军团其实是一个混编的军团 你看上去啊还挺先进是吧 实质上它本质还是步兵 靠家庭财产来分兵种 我们说了骑兵它有但不多 一个罗马军团在4500到5000人左右 骑兵一般占不到十分之一 也就有三五百人 克拉苏啊当时率领了七个罗马军团 凯撒还从高卢给他支援了一千个高卢骑兵 据说啊是身经百战的老兵 就一共加起来 小四万人吧 说实话啊 这个兵力其实不少了 在欧洲很猛的 所以克拉苏觉得 他到安息就直接就横扫 非常轻视安息帝国 最基本的了解都没有 当时呢这个亚美尼亚国王啊 就建议克拉苏 你最好呢走山地 因为安息帝国骑兵多呀 这个克拉苏觉得你骑兵多你能多多少 他不听啊 他要横穿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人安息这边啊早就得到消息了 直接动员准备跟罗马干 克拉苏率领军队渡过优法拉底河 进入一望无际的戈壁 一路上啊没怎么见到安息军队 克拉苏呢就催促军队啊赶紧着 就在这个时候前边侦察报告 发现安息主力 克拉苏听到报告之后啊 非常兴奋啊 就下令军团列阵迎战 四万大军组成一个个方阵 骑兵穿梭其间 但是啊当克拉苏看到安息军队的时候 惊了 骑兵 纯骑兵两万 安息的战法啊 人家就不冲击你的军团 就围着射箭 你步兵冲击他 他就跑 反正你追不上他 你列阵 他就围着你继续射 安息骑兵啊 一直跟罗马军团保持四到五十米的距离 人多 你都不用瞄准 就抛物线往那堆乱射就行 盾牌是不可能完全防御的 就胳膊腿啊 很容易被射中 你在炎热的环境下 很快就失血 丧失战斗力 就这样来回重复 罗马军团一冲击 安息人就撤 你停下 人家又围着你射箭 罗马军团啊被搞得毫无办法 而罗马骑兵呢 太少 拿的还是毛 冲过去啊 就被人射成刺猬了 就这样来来回回 罗马军团被打崩了 克拉苏撤到卡莱城后 被安息人所抓 砍了 军旗都被人夺了 非常耻辱 克拉苏啊 是当时罗马最牛的三个人之一 他的资格比凯撒还老呢 斯拜达克当前就是被他弄死的 我们看啊 这个安息的战法像什么 匈奴 利则进 不利则退 不休顿走 对吧 我们史记上的记载 你往后看 阿提拉横扫欧洲 蒙古西征横扫欧洲 都是这套战法 对付这样的军队怎么弄 你看我们汉朝啊 你骑兵多是吧 我比你更多 我已经获取兵 一共十万骑兵 每个骑兵配两到三匹马 用你的战法打你 而且武器还比你尽量 弩 你不会造吧 我会 而且大家注意啊 罗马军团配的是剑 剑这种武器 到汉代已经退出军队的配置了 它多为官员 一些礼仪性的佩戴 为啥啊 剑主要靠刺 它不利于挥砍 我们汉军配的什么 汉环手刀 大家看博物馆那些 那些细长的刀身 这也证明啊 当时汉朝的野铁技术 已经非常先进了 野铁技术你跟不上 你刀身造成这样 很容易折断 刀它利于挥砍 在没有马登的时代 骑兵冲锋 环手刀的战斗力啊 要比什么剑强太多了 那大家可以想象啊 如果汉军十万骑兵 遇到克拉巴苏 罗马军团这几万人 就刚才我们说的 罗马军团的战术 跟武器配置 能不能赢 大家自己判断吧